地球内部究竟有什么?一直是全世界人都好奇的问题,有科学家指出,尽管宇宙的直径被认为有931光年,而地球只有12756公里,但是我们对地球内部的了解,甚至还没有对宇宙了解的多,这一点也不夸张,因为至少我们能把望远镜对着太空,就无法看穿地球,为了能够了解地球内部。 在地球上打一个大洞来直接观测,应该就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。 在上个世纪,苏联科学家曾经开展过这个项目,他们在科拉半岛打了一个洞,这就是著名的科拉超级尊口。 然而,在达到了12662米的时候,他们最终停止了这个项目,世界纪录也就停留在了这个数字,尽管苏联停止了这个项目的探索, 但人类从来不曾放弃过这个想法。 这部,我们中国的科学家也开展了同样的计划。 2014年,在验手通过一年后,一个无伦比的超级机器,在大庆开始了它的工作生涯,就是地球一号。 地球一号是一个具有超强分力的科学钻机,去计算可以钻到地下一万米的深处,为了能够有这样的钻力和稳定性的各项条件。 地球一号的此机规模也是令人方而升位,其占地面积达到了整整一万平方米,创造了亚洲钻探最深的记录。 然而,接下来的工作,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。 据科学家介绍,从地面上来说,每靠近地心一公里,地球的温度就会增加20度,事实上也的确如此。 根据中国科学家公布的数据,目前我们钻探到地下7公里,那里的温度已经达到了恐怖的200度。 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科学家选择在东北来钻探,然快啊。 不仅如此,地下越深的地方,延时越近硬,对于钻探来说难度也会开始大幅提升。 科学家钻探这样的大洞,不仅是为了好玩,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地球。 我们知道,越古老的东西,就被被风沙掩埋得越深,2000多年前的兵马俑,或许还可以被意外挖到。 但是仅一甚至几十亿年前的历史,不通过这种高尖端技术挖掘是做不到的。 根据科学家推测,这次地壳一号的钻探深度,足够让我们看到一个远古时代的化石和岩石层,这就是白恶技。 如果你对白恶技有点陌生,那么当时的生物你绝对不会陌生,那就是恐龙。 当然,挖到7公里绝不是我们的目标。 据了解,开发地壳一号的公司,已经着手制造地壳二号,而地壳二号的钻探能力,预计在15000米。 也就是说,在不远的将来,苏联的科拉超级砖孔,将不再占据世界第一的宝座。 到那个时候,我们或许可以了解到更久远的历史,记忆年前,是否有更高的智慧生物存在,也许也会很快就被我们发掘出来。 同时,苏联在钻探到12000米时,据说曾经听到地下有神秘的声音传来,是真是假。 目前无从得知,也许,我们的这一次探索,也将揭开地下的神秘面纱,地心人是否存在。 虽然我认为不可信,但没准有一天,我们就真的找到证据了呢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